嗨,欢迎来到我们五分钟学英语 在以往的一些节目中,我看见有一些评论说 我们更喜欢你的学英语的节目 因为能够帮助我们锻炼我们的中文听力 我觉得肯定是一些外国朋友看这些节目 我们的最初目的呢,这些小词发展的最初目的是 是让更多的母语非英语的人来学习和了解英语国家的一些习俗文化和语言 后来呢,我们渐渐的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观众 他们的母语是英文 他们利用这个平台我们的节目去帮助他们的听力 所以呢,在以后的一些节目中我们会增加一些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专门给这些学中文的外国朋友们去锻炼他们的听力 但是呢,那不是我们的主要的目标 我们会在每个星期加进这么一期节目 我们一起比如说 share with an article which I think are very interesting or share with a poem like that 但是呢,我们的主要的目标还是给广大的希望学习英语的朋友们 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三个词组 非常非常有用 尤其对很多男生来说 或者说对很多热爱体育运动的同学来说 非常非常有用 是哪三个词组呢? push up, pull up, sit down 你们猜没猜出来是什么呢? 可能你们猜出来八九不离十 可是你们搞不清楚哪一个对哪一个 对不对?好,让我在告诉你们答案之前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三个 这三个词 push, push, sit 当我们了解过了三个词的区别之后呢 这三个词组你就自然能够记在你的脑子里了 好, push 大家知道push是个什么样的动作呢? push 比如说你在排列轮说 don't push me,别推我 don't push me 对不对? 比如说爸爸妈妈非常想叫孩子主动的去跟别人交流 push don't push me 别推我 别推我 push 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pull呢? pull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啊? pull一般是 拉 对不对? p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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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么方面? p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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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门板上都会有这样的吧 对不对? 在外面就是push it 或者说 pulling it 对不对? 第三个词组很简单 坐下 坐 坐 sit down please 我們学过 對不对? up 是一个方向词 up是一个方向词 就是向上 向上 好 push up 那我们看啊 我说的push是这样的 push push up up 你能想象出来吗 嗯 可能聪明的你已经想到了 push up是什么呢 push up 你待会躺下来的时候 push up push up 对了 俯卧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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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ll up push pull 方向是向上的 pull pull up 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 sit up 很简单了 坐着我 站起来 坐着起来 坐着起来 是什么呀 女同学肯定都知道 女同学肯定都知道 让我起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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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三个词 很好记 你只要记住了这三个词的意思 对吧 push up push up 每天你坐的时候记住 啊 俯卧撑 俯卧撑 pull up 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 sit up 仰卧起坐 仰卧起坐 反而是外国朋友们很难记住它的中文 我再说一遍啊 我再说一遍啊 俯卧撑 push up 俯卧撑 push up